隨著利率飆升以及全球貨幣動盪 週一美股在多空夾擊之下全數收黑 道成下挫1.11% 收在29261點正式跌入雄市 標普500同樣走跌 收在3655點再創新低 至於納斯達克則下跌了0.6% 收在10803點 鏡頭轉到英國 隨著英國推出50年來最大減稅措施 以及能源補貼政策後 不只投資人拋售英國公債 英鎊對美元也觸及歷史新低 也讓來自臺灣的遊客把握機會大肆購物 利用一名曾在刺激房貸危機中 大賺台幣859億的對沖基金大亨 也悄悄進場賣入英鎊 根據財聯社報道 一間位在新加坡的投資管理公司 趁著英鎊暴跌之際大舉加碼 公司創辦人Steven Deagle表示 將其向一檔小息基金10%的資產 拿去買英鎊 大舉抄底目前也已經出現獲利 三例新冠 李雷涵報道